這裡又遇到那個接縫 踏的紙不夠長 接了一下 一接就把那個字給接糊了 真是不曉得 該怎麼辦 以前紙就沒大一點的嗎 不用怪他 那個時代 如果有照相機就好了 好 排 空 點 撇過來 又來個裝飾性的 又撇出去 瘦瘦的抬高 這樣再折進來 空的話 因為下面只有一個公字 所以這個要稍微拉 拉高一點 這樣才不會被斜扁掉了 往上抬 然後這個字要做一點變化 弧度的變化 後面稍微拉尖尖尖尖尖 薄 點 還是要維持薄滿了 撇 輕飄飄的 輕飄飄的 點 哎呀 很短 這裡面的短數 還是要寫成方硬 不要扭習慣 每次都要扭 看到很多人寫儲碎糧 因為扭習慣 所以從頭要扭到尾 這樣看起來會覺得有點噁心 從頭扭到尾 在寬度的 不要寫太窄 這個在寬度 才能把上面那麼多筆畫撐起來 這還是可以稍微做一點小小的差異 這兩隻腳 右邊的腳比較低 薄 蓋 上面很重 那這裡開始做一點小變化 下面又馬上安定直化 然後又安定的直化 再扭動一下 抬起來 張開 向中間集中 向中間集中 然後這個逆的 拉尖 接 短的 哇 瘦劲瘦劲 欸 挑起來 逆上去 點很長喔 往上圍翹 那這兩個點很短 可是也是很飽滿的 逆回去 後面加粗便接 拉長 接 比這個撇 下面很短粗 那 長 接 翔 翔 雲 現 睿啊 下面還是安安靜靜的 短短的 只有這個筆畫伸得非常的長 但右邊還是短的 這後面還是短喔 照理說 一般我們看羊都會想拉長 它還是習慣寫短 所以有時候覺得重心 哇 這個這個搞什麼 重心就偏的比較低啊 要寫的短嘛 右邊稍微大一點 空間給它大一點 然後這個短的勾 這兩個點倒是靠中間 向中間集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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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響 雲 短的 漆筆折下來 戴上去 用力一樣 撇進來 竖畫前面漆筆 拉尖 這可以長齁 這長是因為它下面只剩下一個雲而已 比較簡單 所以要稍微長一點 不然字會偏扁 所以有時候不同的部首 搭配不同的字的時候 它的長度也會改變啊 所以每個字都應該是量身定做 不要套太多公式 它套太多公式就很降氣 要隨機應變